欢迎收看投资本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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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掌握住理财的契机 我是Linda 每个星期呢在这边跟你分享投资的撇步 也请各位观众朋友们继续按赞 并支持我们的频道 好Linda今天呢 要讲解投资本居 要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小故事 这小故事呢是有个主人翁呢 他是一个很有钱的富翁 有一天呢他来到这个华尔街的银行 跟这个银行借了5000块钱的美金 然后呢你借钱当然要抵押平嘛 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停在银行的 这个劳斯莱斯啊抵押给银行 好那两个星期后呢 富翁来银行还钱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银行职员呢就很纳闷的问他说 哎富翁啊富翁 你在我们这个银行里面啊 存了好几百万的美金耶 你干嘛跟我们借两个星期 这个贷款期间是两个星期的5000块美金哦 然后呢你还要付15块钱的这个利息哦 就这时候富翁就回答他哦 15块钱的美金 可以呢停两个星期的停车场 在华尔街根本找不到 好所以这个故事呢是要告诉你什么 就是要告诉你哦 不管你做什么事 你都要会换位思考 那么理财其实也是一样哦 好那么今天呢一样很开心 请到我们的期货达人豪哥 教我们怎么投资 教我们成为投资的赢家 豪哥好 琳娜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欸豪哥你还记不记得上次节目尾声啊 我们聊到这个高手盘该怎么操作 不过呢你卖了一个大关子 所以今天呢要请教你高手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盘式 OK其实说到这个高手盘哦 其实是所有期货操作者 不管是老手或是新手 大家最困扰的一个盘式哦 因为就 为什么他会叫高手盘 这个是我们 业内的一个牺牲哦 是 因为其实如果说遇到了这种盘式的时候 就算是市场上的沙场老手也好 也常常会被这种盘式给修理 老手都害怕的一个盘式 那它的正式名称就叫做盘整盘 是 为什么这种盘整盘它会这么样的一个困难呢 因为它是违反我们人性的 就是说你看到它长上去 我们期货我们喜欢顺势嘛 长上去会想要去买多 但是你遇到这种高手盘的时候 你买多它常常就跌下去了 那跌下去的时候你觉得说盘式翻空了嘛 想要去翻空的时候 一翻空它马上又反弹上来 就被嘎这样 对就是做多也被扒 然后做空也被嘎 吃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 不管怎么样都很难操作的一个盘式 超级惨的 所以我们才会把它称为说这种盘式真的是高手盘 嗯哼 可是我们又不能够完全不去理会这种盘式 对 因为就我们去统计 实际上在交易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个统计 它这种盘式占我们总交易的时间 大概七到八成的时间 很高耶 对换句话说 其实绝大多数的时间 它都是属于一个盘整盘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高手盘 对 那我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所以在遇到这种高手盘的时候 你第一点一定要先判断 是 你当下所面对的这个盘式 它是不是已经进到这种高手盘 已经进到这种盘整盘的 是 你才有办法去做一个应对 不然的话 只要你没有办法去判别出来的话 那常常在这种盘式里面是 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一个盘式 对啊 有七到八成的高位 对 那其实坦白讲 如果说你作为我们上一集的节目 有真的用心去做一个观赏的时候 其实你在判断盘整盘的时候 就非常的轻松 对 因为我们上一集 其实有介绍到盘式有三种嘛 是 有多方趋势 三层的多方趋势 是 有下跌的空方趋势 对 那其实我们做一个分类 如果不是上升趋势 也不是下跌趋势 全部都把它归纳成盘整盘 是喔 对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例子 如果说我们看到上一集 我们有提到 它如果是趋势向上 那是一个多方趋势嘛 对 那我们从定义里面 它有个非常严谨的定义 叫做峰峰高 加上底底高 也就是它的高点不断的电高 而且它的低点不断的往上电高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多方趋势 多方盘势 多方盘势 盘整盘不会是这种盘势 那另外一种就是 向下趋势 也就是风风滴滴滴滴滴滴滴 它一路的往下破底的一个盘势 盘整盘也不是这种盘势 也不是这种盘势 所以我们把它归纳一下 如果说你发现你现在的盘势 它不是多方趋势 不是风风高滴滴高 也不是下降趋势 风风滴滴滴滴滴滴的时候 那我们就把它全部归纳成盘整盘 高丑盘 很清楚 对这个就要花很多的一个心思 才能够在这盘整盘里面 去占到便宜 是 那郝哥你说这个趋势线 不是向上 也不是向下 那就归类为盘整盘 盘整盘 你可以帮观众朋友们举例 盘整盘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OK 当我们知道它的一个定义之后 我们再来看 我们现在实际在交易的一个 一个台子期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发现 那我们就举这个 刚刚才发生的一个例子 我们看到这张图的左边 左边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它是不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趋势 对 它是风风高底底高的上升趋势 可是到了进入中间 这个黑色框框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的 冠性改变了 它不再是一风高 一风比一风高 一底比一底高 我们看到那个框框里面的左边 第一个 蓝色的键号 是 我们再仔细去看的话 它有没有在过高点 有 它是有在过高点的喔 有过高点 好 那如果过高点的时候 它再压回来 它再压回来的时候 它不应该再破低点 是 可是我们接下去去看 它过了高点之后 压回来 不只破低 而且不断的在破低 是 那不断的在破低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违反了 一风比一风高 没问题 可是一底 比一底高 那就不符合了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 我们就要 有所警觉的 它已经不是 上升趋势了 所以当它接下来 再过高的时候 我们就会 持保留的态度 不会再去追高 不然的话 你追高 你看 最后框框里面 最后的一个蓝色框框 是不是在破低 又跌下来了 所以这种盘式就是 我刚才跟Linda 跟各位去做一个分享的 你一追高 通常它就跌下来 那一放空 它马上又夸上去 就被夸上去 可是等到它 脱离掉这个盘整区间的时候 这个盘整盘的时候 等到它再到右手边的时候 其实又回到 我们非常熟悉的 下降趋势 一峰比一峰低 一滴比一滴滴 峰峰滴滴滴滴滴滴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盘整盘的一个模式 是 那我们再举一个 因为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它是从一个上升趋势 到盘整 到变成一个下降趋势 那我们再举一个 刚好跟它相反的一个趋势 这个也是刚刚才发生的一个例子 是 好我们看到这张图的一个左上方 它本来是不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下跌的趋势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下跌的趋势 我们从定义里面看 它是峰峰滴 加上滴滴滴 不断破滴 所以它才会滴滴滴 好 那我们看到 等到它进入到这个 黑色框框的一个区间的时候 我们看到 欸 高点没有过高点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等到它到了 中间的一个部分的时候 也就是它到了 第二个 红色键号 粉红色键号的时候 它再压下去的那个底 我们发现它违反了 是 下面数过来 从左边数过来 第三个键号 绿色的键号 嗯 照理来讲 如果它是空方式的话 它应该要再破滴下去 对 应该要再滴滴滴 对 才会 风风滴滴滴滴滴 可是你看到它 从左边数过来 第三个绿色键号的时候 它没有再破滴 接着它又反弹上去 又往上去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第一时间 我们就要去反映了 它是不是违反了 那个下降趋势了 所以它是不是可能 这个趋势 已经不再是下降趋势 可能已经改变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就会把它先把它归纳成 这是一个盘整的一个格局了 盘整盘的一个格局了 盘整盘的一个格局了 哦 对 这就是一个 实际上我们在交易的台子期 它常常会出现的 这样子的一个格局 盘整盘的 其实它 那你如果熟悉上升趋势 熟悉下降趋势 你对盘整盘 就非常清楚了 是 可是豪哥你刚讲啊 就是虽然我们熟悉的这个 上升跟下降趋势 但是盘整盘的这个 出现的时间大概有七成到八成 绝大多处其实都是在盘整 是啊 那它其实盘整盘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应对会比较好 OK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步骤的 我们先认识盘整盘 好那认识盘整盘之后 我们才知道 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它嘛 所以我们已经认识了 不是上升趋势下降趋势 那就是统统归纳成盘整盘 好 当我们判断出来 它是一个盘整盘的时候 那怎么样去做个应对 其实在实战过程当中 我觉得 提供给Linda 或是我们的一个新朋友 真的就 这三种解决方式 就三种解决方式 对 比较可行的一个方式 是 这种方式就是 我们只做熟悉的趋势盘 只做熟悉趋势盘 我们只做最熟悉的趋势盘 趋势向上的多方式 或趋势向下的空方式 因为它的定义非常的明确 风风高滴滴高 风风滴滴滴滴滴 对 我们就只说 做这种熟悉的一个盘式 我觉得这个是 一般的新朋友 在切入期货市场的时候 我会比较建议 如果说你判断 它已经不是上升趋势了 最好还是等到它 又回到你熟悉的盘式 就耐心的等这样子 对比较有把握 因为那种高手盘 盘整盘 连老手都会害怕 常常都会被吃豆腐 第二种就是说 利用如果真的要去操作盘整盘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种策略 是在盘整盘里面唯一的准则 就我实际的一个交易经验 就是你利用盘整盘去抓出 上景线跟下景线 那在这区间做高空低补 或是低买高卖的一个操作 又有口诀了 对 这个就是在盘整盘 唯一能够 比较得心应手的一个策略 就我本身的经验是这种策略 那第三种 其实这个我也在这地方勉励Linda 以及我们所有 甘参与这个期货市场上的一个新朋友 因为我们是过来人 我们也是走过这条路的 我们发现真正你要 迈入高手之路 你能够称之为高手之路的时候 只有从第三种 也就是形态 去做一个着手 因为你去看完这一期节目 你只要记住一个重点 你真的要成为期货市场上的高手 有一个门 叫做形态之门 这个门槛吗 对 就是一个方向 你不要入错 不要走错门 因为形态的话 真的 它就是一个有规则的盘整 你唯有从这个形态去做一个着手 你才能够去应付盘整盘 并且能够在第一时间 掌握住接下来的这种趋势盘 这就真的是迈入高手之路的一个方向 是 那豪哥 你刚刚讲说 利用这个趋势线 就是我们做熟悉的趋势盘 然后还有用这个上下景线来操作 你可不可以帮观众朋友们举更详细的例子 让我们看一下 OK 好 那为什么我会建议我们的新朋友 包括说你刚刚签出这个期货 会采用第一种策略 叫做只做熟悉的盘式 来我们看到这个是今年 刚刚发生的一个例子 来 在这个图的一个左下角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黑色的框框 那这个是一个蛮标准 它主要的一个行进区间 只有400点 上下空间只有400点 它就在那个地方甩来甩去甩了三个月 很久耶 对 就是你那三个月的时间 你会发现你一追多它就跌下来 你一放空它就嘎上去 吃这个一样吃这个一样 就经历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你回过头再看 它主要的一个行进区间 大概只有400点左右 可是等到这个盘整区间 这一段盘整结束之后呢 接着它从9305 头也不回的一口气 直接往上狂奔了1789点 这一段是不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 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上升趋势 风风高滴滴高 不断的往上墊高 这一段它整整走了四个月的时间 四个月 对 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个总结 就是你在盘整区间 在那边非常吃力 用了非常多的力气 在那边去做一个交易 结果它上下的区间只有400点 三个月的区间快要高四人了 可是你真的很耐心的等到 你又回到熟悉盘施的时候 一个风风高滴滴高 一路的往上 它就一路的走了 1784点 是那个盘整区间的超过四倍以上 对 这就是一个四半公倍 的一个操作模式 是操作我们熟悉的一个模式 那大家最熟悉的 当然就是一个趋势盘 上升趋势或是一个下降趋势 我可能没有耐心 其实很难熬 对很难熬 因为你的手一定会痒 对啊 你会很想要去出手 那如果说真的在盘整区间 要去做一个出手的时候 那我就会比较建议 真的就采用这种策略 它的成功几率是比较高的 是 就是你必须要在盘整区间的 算定之后呢 你去抓住它的上颈线 以及下颈线 那去做一个区间操作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举的 那个由上升趋势 变成盘整趋势 变成下跌趋势 那中间那一段要怎么做 必须要去抓出来 它关键的上颈线 以及下颈线 好 那我们再看到下一张图 这个上颈线 抓出来 下颈线也抓出来之后 因为它是盘整盘 所以我们去从它的一个 特性来讲 你一追高 它很容易就杀下来 那我们就要反过来做 对 所以当它长长长长长 然后这个上颈线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它要掉下来了 是 所以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到11039 这个上颈线的部分 我们不是再去追高 反而是在这个地方 先去布空单 布空单 高空 因为它已经到高点了 去布空 那等到它跌跌跌跌下来 到低点的时候 上面的空单 是不是已经赚钱了 对 那以我们人性来讲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赚得更多 也会想要续报 是 可是在这个时间内 我们必须要违反我们的人性 因为它已经来到了低点了 是 下颈线了 这地方要去做一个 获利回补的动作 不然的话 你看的 如果说没有回补的话 它甚至又 马上又被尬上去了 对啊 到口的牙齿是不是又飞掉了 是 好 那等到你低补之后 你又有资金了 对 那它是不是在这个盘整的一个下缘 是 在这个下颈线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看到它又有那个力道 再往上攻上去的时候 这时候反而要先买进 对 要先买进多单 那买进多单之后呢 等到它涨涨涨涨到 这个上颈线的时候 它是不是已经来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了 是 是来到了我们相对抓的 那个上颈线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不要恋战 不要恋战 该是卖出的时候 该是获利换口袋的时候 还是要先做出这个动作 这就是提醒琳达以及行经的朋友 如果说你在这个盘整区间的时候 断定出来 那抓住上下颈线 并且在这上下颈线里面 去做高空低补 或是低买高卖 区间的一个操作 以颈线为准则嘛 不要去违反这个原则 对 那个时候就是要 我们不要去贪 就是一段一段的吃 这就是在 如果说真的要做 这个盘整盘的时候 一个比较实战 有效率的一个策略 那豪哥解释得相当清楚 可是豪哥 你刚刚讲 就是做这个趋势盘 还有利用这个上下颈线来操作 不过你还有提到一个重点 Linda还记得 就是你讲的说 这个迈向高手之路 也就是这个形态 这形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可不可以稍微透露一点点 OK 其实就我本身操作期货的一个经验 我再知道是 其实到最后 真正的一个高手 他们会从形态去做一个着手 是 所以以形态来讲 我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一个 我发了非常多的一个时间 就是高手了 在形态里面去做一个着摸 那其实形态它简单的一个观念就是 盘整 我们看起来它好像 就是在那个地方甩来甩去嘛 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可是如果说它是一个有规则性的 就是它有一个特定行性方向的这种盘整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形态 那我们就知道它过去曾经这样子走 它曾经在架构这个形态 它目前也在走同样的这种规则的一个形态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去抓出来 它的一个上下景线在什么地方 第二点 它什么时候会结束 那当形态结束完毕之后 接下来又回到趋势盘的时候 我们最熟悉的那个盘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第一时间点去做一个切入 那去抓到那个起漲点 一路的往上直接再追上去 所以这个就是奇货市场上 包括很多市场上的前辈 他们中期一生在研究的就是在这个形态 因为他们要去抓到那个波段的起漲点 或是波段的起跌点 这个在这地方跟琳达以及跟我们所有 稍微介绍一下这样子 因为你不要入错门了 不要去烙烙把我半天 发现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结果得不偿失 白交了学费这样 所有真的要进入奇货高手 一定是从形态去做一个着手 在这地方简单的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跟报告 好 谢谢豪哥的分享 谢谢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这个豪哥讲的这个高手盘该怎么操作 那基本上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趋势盘 这个趋势盘 这个趋势盘 然后呢还有所谓的这个利用上下紧线来操作 那至于刚刚这个豪哥讲的这个迈向高手之路 那个琳达也很想多知道更多的资讯 那如果你们也想跟琳达一样呢 那就麻烦呢 扫一下这个豪哥的QR Code加入liet 那么另外呢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内容的朋友呢 也欢迎在脸书上按赞分享以及订阅 那别忘了在YouTube频道上开启这个小铃铛装置 还有搜寻这个Gmoney频道 才不会漏看我们的影片哦 好 谢谢豪哥 谢谢琳达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好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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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